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凌晨三點多 在羅東停車場徘徊 鬼鬼祟祟找薰要犯案的車輛 最後鎖定這台白色車輛 雜窗行切 男子砸破車窗後 還先蹲下環顧四周 看有沒有人發現 確定沒有人 就立即鑽進車裡開始行切 得手後立即開車逃逸 他就是都開這台車在犯案 但犯案的過程都被監視器給錄下 警方早就鎖定歹徒的犯案車輛 19號晚間嫌犯跑到宜蘭 打算再度犯案 不過警方在羅東中山路上 發現這輛涉案的白色車輛 將男子攔查逮捕 他會先去觀察附近的車輛 如果在車上有財務 把車窗擊破之後 爬到裡面去偷取財務 車案的45歲張姓男子有毒品 竊盜前科 早就被台北地檢署 列為偷竊通緝犯 警方也在車上查獲 用來犯案的車窗擊破棄 毒品及偷走的髒物 嫌犯也在偵訊後坦承 在台北宜蘭犯案至少有六起 最後依竊盜毒品等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林醫生張良浩宜蘭採訪報導